南唐宗祖李景是南唐先祖李汴的长子 登基前被封为齐王 公元943年 李汴去世 李景密不发伤 先剿造让自己监国大射天下 过了几日 发现没有听到不同的声音 才宣读遗诏 在林前即位改元宝大 封齐帝李景随为燕王 李景达为鄂王 为其赴李汴上妙号为列祖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五代演绎 我是杨立辉 李景即位后 没多久又封李景随为齐王 任兵马元帅 封李景达为燕王 任兵马副元帅 齐王在南唐是一个特殊的称号 因为李汴和李景在做皇帝前 都是做的齐王 齐王在南唐就类似于储君 但为啥李景要封李景随为齐王呢 原来李景在即位时 在李汴临旧前 和他的几个弟弟蒙世 皇位兄弟相传 李景随等人一再谦让推辞 李景就是不肯 就连其长子李公济 被封为南昌王 也是经过大臣劝谏才封的 李景还有个弟弟 叫李景替 他是李汴开国后生的儿子 李汴很喜欢他 他母亲宗室是一名乐妓 很是得宠 宗室因宠而骄 找机会就和李汴说 李景替才能过人 希望立李景替为储君 李汴觉得他狡猾 就贬出他为泥 并且故意不给李景替封绝 李汴去世后 宗室心中惶恐 担心李景报复 但李景疼爱同胞 还加封李景替为宝宁王 并把宗室就会宫中安养 宋祈秋是李汴重臣任宗书令 他自恃功高 结党善权 李景就把他改化为了郑海军截斗士 宋祈秋心中不平 就求告老还乡 李景竟然丝毫不挽留 直接就同意了 宋祈秋是九华人 李景赐他为九华先生 封清凉宫 之后任用陈爵为苏密士 魏称扎文辉为苏密副士 翁炎己 常梦兮为汉林学士 翁炎鲁为中书社人 这六人中除了孟长熙外 其他人整天不干好事 个个善于结党营私 专送拔护 南唐人 合称这五人为武鬼 孟长熙屡次 禁言说他们不能重用 但李景听不进去 没多久 李景向船尉给李景随 让他先掌管朝政 只允许封烟级等人 可以直接给自己上咒 其他人非召见不得禁见 许多咒书也都被流中不伐 世卫军都于侯甲崇 强行禁见说道 陈世奉先帝三十年 先帝善纳中言 孜孜不倦 尚且还考虑下情不能上达 现在陛下刚刚即位不久 何人可以相信 为何要和群臣断绝联系 陈年事已老 恐怕以后难以再见天言了 说者孤一而泣 李景未知动容 给他赤座并赏赐了饭食 然后就撤销了前令 公元943年 王延正和其兄长闹翻 在建州建立英国 李景致书 劝王延正王延熙二人 说兄弟应该有爱相处 没想到王延正回书 驳赐说 唐主篡无 有负阳士 这下可激怒了李景 让他心怀怨恨 公元944年 朱文静侍主之力 前使来唐 李景斥责他无道 就扣押了来使 后来群臣上书 说敏国之乱 罪魁祸首是王延正 应该发兵讨伐引国 李景本来心中就恨王延正 顿时觉得群臣建议 有道理 就放了朱文静的来使 派遣扎文徽为江西安抚史 先去打探建州叙事 扎文徽上纵 说敏国大乱 英国自顾不暇 是出兵的好时机 于是李景派遣大将编稿 带兵前来攻打尹国 公元945年 王延正一边抵御唐国之兵 一边派人收拾了朱文静 重新统一了敏国 赴国号为敏 派遣自己的侄主王继昌出镇福州 令征调福州守军两万五千人 前来建州 协助抵挡唐军 唐军和敏军对峙了起来 唐军这边 李景派派了何敬珠为主将 带着祖泉恩 姚凤领兵数千前来增援 从崇安进兵次岭 敏军这边 王延正派溥业 杨之公带着陈旺 率领万人前来抵御 双方扎营列阵 对峙了起来 越于不战 后来王延正催促述战 杨之公就催促陈旺 尽快出击 陈旺回复道 将怀兵强马壮 不可轻敌 我国安危在此一战 必须有万全之策 才可出动 杨之公变色道 唐军深入 主上夜不能寐 将军身负重任 现在唐军只不过数千 咱们佣兵数万 如不速速出击 突然消耗良想 试问你怎么对得住主上呢 陈旺听了此话 无奈只能带兵出击 和唐军交战 唐将主权恩 见敏军来攻 他只带着千余人 出来对战 稍一接触 就佯装败退 希望引诱敏军 前来追击 陈旺急于求胜 就带兵猛追 忽然听到后队打造 联盟回头查看 发现自己的队伍已经被唐军结为了宿段 顿时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唐将摇凤 带兵冲入中间 将敏军帅气砍断 主权恩带兵回杀 两下假攻陈旺 陈旺已然心乱 施杀已经没有了章法 被人一塑刺中 跌落马下 立刻逼命 杨师公并没有安排后援 听到陈旺兵败 慌忙逃走 王延正得知前线兵败 吓得只能固守称辞 然后向泉州调兵 刘崇孝派遣董事安 带兵武迁 前往建州 建州这边战事日谨 但没想到福州 此时也发生了变故 让王延正怀疑了 建州的福州援军 也加速了敏军的失败 福州发生了什么呢 福州城中有两个人 一个是李仁达 一个是陈继勋 李仁达之前 是福州指挥使 后来背叛王延熙 投赫了王延正 之后 朱文静弑主之力 他又跑回来 投赫了朱文静 朱文静觉得 此人反复 不肯重用 就让他贤富在家 陈继勋之前也背叛过王延正 他人担心 遭到王继昌清算 就想着先发制人 王继昌 来到福州 整日里 似酒如命 不惜军事 王延正知道 王继昌性格 拍了防人讽 带兵 保护王继昌 但王继昌瞧不起 黄仁讽 这让黄仁讽 心怀不满 李仁达 陈继勋 找机会和黄仁讽 说道 现在唐军 成胜南下 建州危急 复杀王 连建州都顾不了了 哪能顾及到福州 以前 王朝兄弟 都是不一出身 拿下福州 尚且一如反掌 何况 我等有此良计 难道我们 还不如 王朝兄弟吗 黄仁讽 听后 莫无出声 只是点头 表示同意 李仁达 陈继勋 争取了黄仁讽 回来后 秘密 召集当羽 趁一夜 闯入王继昌府中 杀死了王继昌 吴承义 听闻王继昌被杀 联盟来源 但无奈乱军 人多势众 也被乱军所杀 李仁达 本来想自力为主 但恐众人不服 就特意找到 薛峰式的僧人 卓延明 说他两眼瞳孔 垂首过膝 有天子相 于是 就拥立 卓延明为主 卓延明脱掉生衣 换上滚龙袍 面男而坐 李仁达率众参败 改用 禁国年号 称天福十年 然后前使 到汴梁 上表称称 王恩正知道了 福州变故 立马诸灭了 方仁讽全家 派张汉真 带领水兵武签 前往征讨福州 方仁峰得知 全家被灭 心中怀恨 他见张汉真 带兵前来 自己亲自带领 数千弓箭手 射击来船 张汉真 见箭鱼密集 战箭被射得 无法迁行 就想着带兵回撤 不料江中 突然出现了 许多小船 船上带到水兵 都是前来 作纳张汉真的 张汉真 没有防备 被水兵活捉 其他人或逃或死 之后 黄仁峰 一刀砍了张汉真 卓颜明 就是个摆设 指挥在殿中诵经 其他事情 都交给了李仁达处理 李仁达自认 判六军诸位室 让黄仁峰守西门 陈继勋守北门 黄仁峰 后来想象 自己的所作所为 突然良心发现 心中有愧 他对陈继勋说道 人生在世 最重要的是 忠信仁义 我背叛覆沙王 忠在哪里 覆沙王 以子托我 我反而帮助乱党 信在哪里 最近 又和建州兵交战 杀了很多故乡人 人在哪里 抛弃弃子 被人屠戮 亦在哪里 我是一个罪人 死有余辜啊 说着 立如雨下 陈继勋劝道 大丈夫建功利益 哪里顾得到妻子 这事以后不要再提了 免得烟祸上身 二人的谈话 被旁人偷听到了 报给了李仁达 李仁达就找机会 派兵捕杀了词儿人 斩首示众 李仁达想除掉卓延明 他找机会 集结将士 让卓延明检阅 卓延明来到教场 坐下开始打残 李仁达给部下 使了个眼色 将士们会议 直接上台刺杀了卓延明 李仁达洋装惊慌 想要逃走 但中将士 堵住李仁达 拥处着 坐上了卓延明的位置 李仁达自称 威武军留后 使用南唐宝大年号 向南唐称臣 但也派人 给进国朝贡 李景任命李仁达 为威武军解读使 之后李仁达 前死到吴越 也和吴越国修好 王延正这边 他左右之人 说建州的福州之兵 在密毛叛变 王延正下令 收了建州兵的兵器和铠甲 把他们遣回福州 暗中却出兵 埋伏着半路 把福州兵杀得一个不留 共计八千余人 还把他们的尸骨 全部拉回来 中当军粮 建州其他守军 建福州兵惨状 不免吐死胡悲 而且实在吃不下同胞的肉 弄得人人怨恨 士气一落千丈 唐军也加大了 攻城的势头 连续攻城数日 侦察得知守军已无斗志 于是架上云梯 登上增枪 守军不战而愧 民主王延正无可奈何 只好自负投降 听州的徐文珍 全州的王继巡 张州的王继城 听到建州失守 也相继投降 敏国从王审之歌剧 到王延正投降 历六祖 共五十年 王延正被押到生州 觐见了唐族李景 李景赦免其罪 令授他为雨林大将军 所有建州官员 一概赦免 只有蒲叶杨之功 他平时横针暴脸 建州人称他为杨波皮 李景罢他 宿罪并罚 斩首示众 以谢百姓 在建州设置永安军 派遣王重文为杰铺使 王重文施政得当 建州绍安 本以为 敏国就这样 列入了南唐的版图之中 但没想到 已经臣服南唐的福州 突然发生了变乱 又让福建之地 起了新的变故 那福州发生了什么呢 咱们下一讲 继续分解 都看到这了 原创真心不容易 请大家点赞收藏加关注 你一动的手指 就是对我的极大鼓励 谢谢大家 我是杨立辉